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物理光学的第二部分 就是单狭缝的绕色 因为它这种绕色现象呢 也是证明光的波动性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先了解什么叫做单狭缝的绕色 它这种是如果用单色光来照射到一个单狭缝 就单独一个小缝扇 它产生一种散开的现象 就是它的亮度就是会变成散开 那也会出现明暗相间的这个条纹 那这种现象呢我们就称之为绕色 所以基本上来讲绕色呢 其实跟折色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绕色现象的显著于否呢 主要是看这个小缝的宽度跟波长之间的比值 就是说如果两个越接近的话呢 这个绕色现象就会越不显著 越不显著 那等下我们可以从这个图里面呢 看出它的中间的关系 那如果笔值越小的时候 这个绕色现象呢就会越显著 越显著 就是它那个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呢 会非常的显著 那而且中央亮纹的宽度呢 一定是其他亮纹宽度的两倍 这是它的一个特性 那除了这个特性以外呢 它这中间的那个亮度呢 也会比较亮 那越往两边呢 它的亮度就会越缩减 虽然同样都是亮纹 可是亮度呢是不一样的 就是明亮的程度会不一样 这个跟干涉条纹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是双小缝的干涉条纹 虽然也是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 但它这个亮纹的亮度呢 是相同的 但是这个绕色的话就不一样 它是中间是最亮的 中间是最亮的 那其他的亮纹宽度呢 它的亮度呢是一式地减 虽然宽度一样 除了中央亮纹的宽度 是其他亮纹宽度的两倍以外 但它的亮度也会受到影响 好 那我们下面借由一些图呢 来说明 它这个干涉条纹的一些情形 这个A呢是代表辖缝的宽度 就是那个单辖缝的宽度 那CTA呢是代表光线呢 由辖缝呢 射向屏幕的P点 对 那跟水平线 光线之间的一个夹角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代表CTA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就是零度的时候 光线是直接穿过去的 所以它到达极大点O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这个光直接穿过这个小缝的 所以中间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干涉条纹 这是第一种 所以它中间出现的这个亮带呢 就是我们称为中央亮带 好 中央亮带 好 我们再看第二种 对 第二种的话 它是出现一个暗线 那这时候的 就是代表我们把这个小缝呢 分成两个区块 它本来是A对不对 把它分成两个区块 那最上面的这个 这个光线射向这边 那第二个光线呢 就是第二个区块 它的光线射向这个地方 所以它这时候会产生 小缝的宽度就变成二分之一A 乘上SINE的CTA 如果刚好等于半个波长的时候 这时候它是一种属于香蕉性的干涉 等于它们相会的地点呢 这整个区块就是出现 会出现一个暗纹 出现一个暗纹 那依然公式来解释的话 A乘上SINE的CTA A还是狭峰的宽度 乘上这个SINE的CTA呢 刚好等于一个波长 这一种绕色 它所产生的绕色的话呢 产生了一种亮暗纹的一种 干涉的条纹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绕色现象呢 跟干涉永远是脱离不了 它的一个关系 那这时候这个位置呢 我们称为第一绕色的 极小位置 极小的意思就是一种 香蕉性的一种 干涉条纹 简单一点就是在 出现它的第一条暗纹就对了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种 那也就是把这个狭峰呢 分成四等份 那它在每一个等份的 第一条光线呢 进去以后 在这边相会的时候 相会的地方呢 就会出现第二条暗纹 所以我们称为第二绕色的极小位置 那它的公式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公式 我们再看第三种 第三种绕色 对 那就是把它分成六等份就对了 那每一个等份的第一条光线呢 在这个地方相会 所以它会出现第三绕色的极小位置 也就是第三条暗纹就对了 简单一讲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根据刚刚的这个讨论呢 我们综合出一个公式出来 综合出一个公式出来 我们来看这个公式 对 如果它是属于绕色极小的话 简单一讲就是暗纹的位置 它出现的公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就是这个M呢是一个整数 比如说就是那个狭峰的宽度呢 层上这个光线过去以后 跟水平线的夹角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时候 它出现的位置呢 就是刚好都是所谓暗纹的位置 所以我们称为绕色极小 那我们再来看绕色极大的话 就是亮纹 它出现了一个趋势 那我们首先呢 就是把这个小缝的宽度 把它分割成三等份的时候 每一个部分 这个三分之一等这个每一个部分呢 相邻两个区间在同位置光线 在光线上的光线差 刚好是二分之一个颇长 所以它的第一个部分 跟第二个部分呢 这时候出现是相消性的 相消性的干涉 所以只剩下第三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到达的这个区块呢 它出现的是第一个亮纹 第一个亮纹 它的宽度就变成三分之一 A乘上sine的希塔 然后等于二分之一个颇长 好就是变成说 第一个区块跟第二个区块的 那个部分呢 是消失掉的 消失掉的 只剩下第三个区块 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得到的一个总结 所以这个就变成A乘上sine的希塔 是二分之三个颇长 它会出现第一亮纹 好 因为它的前面两个区块 就是三分之一跟三 第一个三分之一跟第二个三分之一呢 是相消性的干涉 只有到第三个区块的第一条光线呢 到达的位置 它是属于建设性的干涉 好 所以它会出现第一亮纹 所以根据这样来推测的话呢 好 我们就得到这个公式 这是出现第M条亮纹的一个公式 就是这样子一个公式 所以这个是属于绕色极大的一个公式 对 那我们接下去呢 透过立体呢 我们会对它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 它是一个单辖峰的一个绕色的一个实验 的这个装置 那我们用这个600奈米的一个橙色光呢 当作它的一个单色光的一个光源 那它的辖峰的宽度呢 只有0.1毫米 那光平跟辖峰之间的距离呢 假设是两公尺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刚刚的公式呢 来讨论它所产生的中央亮带的宽度呢 是多少 这个公式呢 跟双辖峰的公式是完全相同的 这就代表一般亮纹的宽度 像第一亮纹第二亮纹第三亮纹的宽度 也是等于陆色光的颇长 乘上光平跟单辖峰之间的距离 那再除上这个辖峰的宽度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它是1.2公分 但是因为中央亮带的宽度呢 是其他亮带宽度的两倍 所以中央亮带的宽度是2.4公分 对 那总而言之呢 就是它的总结就是说 那个单辖峰绕色呢 那实际上这个绕色现象 它所产生的干涉条纹呢 跟干涉是有相对的关系的 那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 不管是绕色也好 干涉也好呢 它们就是可以证明光的一个 波动的一个性质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好 那有关单辖峰的绕色呢 这个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